为了改善电线杆的问题 台电公司日前与县长林明珍 县议员签明谋 请往鱼池县公所 进行电线杆地下化工程说明会 今天像这条道路 因为是往九族 往九族文化村 因为这个交通量很多 电力公司跟我们县政府 还有公所是为了配合 要让观光客 到我们九族来观光 让我们一路上 看不到电线杆 所以电力公司 他们非常的用心 就是要把这条路 把它电线地下化 除了说明施工时间已经范围外 县长也在会中表示 将不收路修费 全权由台电公司负责修缮完成 希望早日将电线杆地下化 因为这个路前 是属于我们县政府的 今天到公所来协商 就是他们挖完之后 地下管线埋葬完成之后 有电力公司 他们住行来修复 我们县政府就不再收 这个修复费的钱 就有电力公司 就一起把它做好 我想这样的事 是比较速攻的快速 还有比较方便 县议员谢明博表示 目前电线杆都未地下化 看起来像是蜘蛛 而目前也有相关的规划 希望能够早日东工 台电公司为了要强化 和美化 由这个渝池街到九族 这一条路线 这个地下化工程 就对了 因为我们这个电线 如果如果没有地下化 看起来地图 这样整天 满天空都是那个珠珠网 所以现在管理会 董事宁洗缸 不收任何费用 但是由电力公司全权负责 可以对于用路人 或是来渝池 渝池相观光的旅客 会带来他们相当好的美感 启用这回合过后 台电公司能够早日 进行地下化工程 不但能够美化环境 也能够让居民 有良好的生活环境 记者邱平一 于是采访报导